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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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有來過這裡嗎?你記不記得? 記得 你有來過嗎? 有 煙波花時間 在哪裡? 在哪裡? 你確定我們在對的地方嗎? 應該是吧?直接走進去看看 我有一個感覺這一棟就是飯店 看起來蠻像學校的是吧? 你每次都說我們住的地方很酷 你覺得這地方有酷嗎? 有 要看看才會知道 你還沒看到是吧? 對啊 你上次來發生什麼事啊? 生病 很嚴重嗎? 很嚴重 我們有抽鞋 還有打針 很可怕對不對? 打屁股 打屁股 對 這次專是我們第二次回來煙波做拍攝 補拍 因為上次拍到一半直接中斷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是帶豆哥回來補完的 對 因為這地方真的很不錯 這邊很適合親子 嘿嘿嘿嘿 我要跟大家講唷 好 你要講什麼? 什麼? 你們等一下都知道我們要玩什麼唷 啊 哇 嗚呼 我來學校來自信的 你很喜歡潮湖喔 好熱 你吃的進去嗎? 小心小心小心 要怎麼跑 趕快跑 爸爸你看那裡都有小白耶 對 爸爸 你看那邊 小白 這還叫什麼東西呢 什麼 還有 美大 好久哦 2、3、2、3、2、10 今天 家... 這是一個幼稚之生 不用謀竊 對,我認為第三小姑娘是最好的幼稚之生 是說嗎 YES 兜哥終於復原了對不對 對 很開心 YAAA 你們有糖 糖蔥卷 就是我們現在窗口 我們現在小姐手上都舉這個 稍有機會可以看到現場製作了 用她的雙手來拉扯 那師傅這樣拉扯除了讓她降溫以外 我們師傅正在利用她的技術 越來越難得那樣 我們師傅現在這個動作在收糖 等一下師傅收好糖 會把糖蔥拿進去裡面的一卷 那那一 那我們謝謝 威威威 你要不要去這杯好糖的 可以DIY 哎 你要這個 знаю 這個炒麵口味 炒麵 炒麵口味 OK 開始囉 夜作夜大吃哦 哇耶,很大隻 太大隻了吧 超級無敵炸的棉花糖 會不會太大隻的喔 當然喔 因為弟弟也是因為他們 來,拿出來看著炸 看著炸 愛麗的頭還要大隻耶 太帥了吧 來,等一下我們到 對面愛麗在那邊 當然可以吃,就不然 我會不會太大隻 我會不會太大隻 啊 鮮花糖 欸 欸 幫你 呵呵呵 看不到你 看不到你 呵呵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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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哪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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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我們這次住了 宜蘭煙波花時間還蠻特別的 我解釋一下 住宿飯店 它是在右半部 這一邊 然後它左邊這一邊 這一整區就是宜蘭的傳藝園區 那這裡啊 這裡有一些房谷的老街建築物啊 裡面都是一些餐廳跟商店 然後這邊還有一條河 可以去坐船遊河 這個園區你如果要進來 一般是要買票的 不過你如果住煙波花時間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走進去的 我們上次住的房間 就在這個小島裡面 是他們最頂級的房型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是叫做 沙貝廚 因為它上次我們一路走過來 就很多建築物坐落在這裡面 那我們坐的就是裡面的那個區域月道 它是剛好是被 自己一個小島的感覺 對 就剛好它是被東山河的支流環抱著 我現在到底在哪裡啊 這很不像飯店欸 對啊 真的好神奇喔 我覺得我等一下就換一套衣服出來 然後你把那個畫面 你說你要穿得像阿嬤一樣嗎 對啊 你可能會覺得不會 不會很有 然後我們就住這一間 好酷喔 好特別喔 這裡面的電視是黑白的嗎 對 會是黑白的 是彩色的 會有大同電鍋吧 哇 哇 哇 你要進去看看嗎 好 你要不要下車啦 你要不要下車了 快點啦 好特別喔 你還問我說會不會有設計感如何 還不錯還蠻有特色的 這看起來應該是四人房吧 這邊有一個雙人床嘛 然後這邊有兩個床鋪可以再睡兩個人 好酷喔 然後你說它這一間套房是叫什麼 花時間套房 花時間套房 就是這邊最頂級的房型 它這邊是一個客廳嘛對不對 對啊 很大的客廳耶 我剛剛看到 有一個很像餐廳的地方 喔 這邊有一個mini bar 而且它是有一個水龍頭在這裡 可以給你洗東西的耶 它這邊放了一台的espresso 而且它剛剛有講說 mini bar這些東西 冰箱裡面的東西 也都是免費使用的 哇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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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古早味喔 天啊 我幾百年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真的耶 這個圖現在來講是正式不正確的一個圖 說真的我還真的沒有喝過乳筍子 我也沒有 不過這個圖我記得 對 我一直覺得就是有一個女生趴這樣 然後後面就綁一撮乳筍 就很詭異 完全沒辦法想像 它到底喝起來什麼樣子 它這個好可愛喔 我現在才發現 它還幫你附贈了一套 哇 泡茶的耶 太可愛了吧 真的是一個很高級的泡茶組耶 這個不是化妝用的嗎 有啊 可是你本來修眉毛 還有這個 以前小時候吵死人的那個東西 這個不能讓豆哥發現 他可能還不會用喔 你的聲音為什麼那麼的虛啊 喔有了有了 你要玩嗎 不要 我怕我會吃進去 呵呵 我也覺得你會害怕 再來 它旁邊這邊 有一間非常大的衛浴 欸 它是可以泡溫泉嗎 這不是溫泉吧 等一下喔 這個應該是一般的泡澡而已 這應該不是溫泉吧 喔 喔 它廁所很大耶 對啊 這一罐是法國的 這一罐是義大利的 喔 你有確定說 這裡的東西開了不用加錢喔 他剛剛跟我們講說 裡面的東西都是免費可以使用的 這一罐我們有一次在法國叫 我們去咖啡 氣泡水 15歐 我要是會講法文的話 我就罵他髒話了 15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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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死了 你的貴是什麼 糖果 為什麼又在吃糖果啊 而且你吃到手都黏黏的 你去洗手 你去洗手 他整隻手都是糖水 你去洗手 這個床他說 他是用 Slumberland provide you with the premium quality Slumberland mattress 而且是 used by british royal family for over century 女王在睡了喔 睡醒之後要滿頭白髮 你不要這樣 揮手會變這樣子 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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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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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晚上是有飯吃的 OK 這園區裡面有餐廳 你可以不要一直客廳看 你看喔 你看喔 這個鐵欄杆 這邊 是煙坡花時間 然後這邊 就是宜蘭傳譯 上次呢 豆哥就是從 這邊 跨到這邊之後 就倒地了 這邊完全沒有體驗到 超慘 有啦他有去坐船啊 你要不要坐在旁邊 你要不要坐哪裡 你會看外面啊 還是你要你自己的位置 你要坐在椅子比較舒服嗎 你要坐在椅子比較舒服嗎 你要坐你自己的椅子 屋頂要降下來了 屋頂降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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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c 你看我們要過這個橋 這個橋說很像龍舟喔 什麼是龍舟 就是很像龍舟 你看上面有洞 它可以插那個腳 他剛剛說這兩旁啊 就是河岸旁邊 有那種腳踏車鋪到 然後也可以跑步 之前也有辦那種超級馬拉松 從早上跑到隔天 早上跑到隔天 早上跑到隔天 他們不知道這邊有船可以坐嗎 人家是馬拉松比賽 你要不要參加 人家有跑過馬拉松喔 我有吃過沙騎馬 他在船上就是迷迷糊糊的 昏昏沉沉的啊 搖啊搖的 完全一點活動力都沒有在坐船 小石妳要哭到下半天 哇 小石妳要哭到下半天 我要看到一個魚 我可以去馬馬拉松 老板 老板 哦啦啦啦額要啦啦 好吵 這是不是這邊晚上沒警味呢 不然就被趕出去了 滿軒齁 上次我們也是來這邊吃飯 這東西真的很好吃 對 滿好吃 可是豆哥什麼都沒吃到 我們今天一模一樣 菜是又再試一試 這滿特別的 就直接走過一個收攤的 Starbucks 然後坐電梯 然後進到我們的餐廳 這什麼奇怪的設計 這裡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園區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 穿越時空 這好香喔 這是三層肉 對阿 他說他這個叫做 冰糖醬香燒肉堡 它紅燒也蠻特別的 它是比較偏甜一點的燒肉 它是這種煮肉很Q彈耶 你光看它這個油亮感 就很好吃 這是薯條嗎 不是啦 這是鹹蛋黃角白筍 喔 我剛剛也想說為什麼說薯條 我剛剛想說薯條 它用金沙的方式去裹薯條 那也是蠻有特色的 角白筍 它只是形狀一樣耶 它真的很有錯覺耶 什麼 我就一直覺得我要吃薯條進去的感覺 然後吃進去是角白筍 這個就是 每次過年你們都會煮的那個 油耳雷肉吃 沒有喔 這個是酒家菜 喔 油耳雷肉就是酒家菜 它算是 酒家是哪一個酒家 就是有女生會陪你喝酒的酒家 是真的那個酒家 酒家有人在喝熱的湯油 蛤 你要想酒家是以前 就是我們這一代的阿公他們會去的 阿我們的阿公可能都喜歡喝熱湯 他摸一摸小姐 然後想到自己老婆 突然有一陣寒意 那這時候就來一碗熱湯 欸 油耳雷肉酸 剛剛好 大概是這樣 是這樣子 想到自己老婆會有一股寒意上來 這個比較好喝還是我媽的比較好喝 謝謝 有比我媽的好喝嗎 好好講喔 我媽會看到喔 都很好喝 好不好 這個真的蠻好喝的 它這個湯很濃郁 然後真的是有高湯的味道 它的胡椒味比較重一些 我剛喝了 來 你不敢講我講 這裡的比較好喝 它有一個類似蒜跟筍子的那種鮮甜度 然後又有胡椒去去膩 對 它白胡椒會去膩 因為牛肌雷肉酸有點甜 而且 對對對對 牛肌雷肉酸通常都很甜 因為他們會把罐頭當成湯底煮進去 對 我覺得我要帶我媽來喝這一鍋 它過年的時候可以upgrade一下 它的牛肌雷肉酸 你回去煮給你媽 應該是這個味道才對 媽 看得完 我剛剛對它這一鍋實在是太有興趣了 我剛剛對它這一鍋實在是太有興趣了 你看它這個飯油亮油亮的 它剛剛倒的什麼好吃 它就說是一個香... 香蔥豬油 對對對 香蔥豬油 嗯 Q 我以為是很好吃 你是被燙到了 嗯 它跟我想像的那種不太一樣 它是麻油肌的味道比較重一點的 就是你會喜歡吃的 喔... 我懂 它也有一種麻油肉絲的感覺 對對對 它的飯很Q 它的飯是 比較像是糯米 對 一粒一粒的 不錯吃 因為我喜歡吃麻油膠粉 對 你喜歡吃 這是你會喜歡吃的 這個是 這個是三星蔥的菜脯能 我覺得菜脯能煎起來 看起來很好欸 看起來就很好吃 這魚好吃欸 這魚很特別是 它上面還有再淋一些蒜汁嗎? 蒜末 鹹甜都剛剛好 我覺得煮得很好 魚又很嫩 很結實 它不是那種很粉的肉 它是結實的 剛剛沒有聽到它這是什麼魚嗎? 你就是夠醬 你剛剛在吃你的三層魚肉 沒有聽人家說這是什麼魚 欸 我剛剛原本在看它菜單的時候 我以為這裡是那種小吃啊 就是 那你還夠大吃 你今天講 我看你就是在大吃 不是啊 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裡吃到 中式大餐 你有覺得你在過年嗎?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感覺像是在過年 上次豆哥也是坐在一模一樣的位置 然後有人認出它來 一個小妹妹 可是它身體不舒服 所以都沒有理人家 你跟人家說個嗨吧豆哥 你說嗨 嗨 這邊哪 就嗨 上次人家跟你打招呼你都沒有理人家 因為你不舒服 它上次真的是一口都沒吃欸 超可憐的 我剛開始有吃了 要吃一點點而已 剛剛吃得很痛苦 對 它吃得很痛苦 然後我都吐 對 好慘 今天終於恢復了 對 high five 最慘的勇士 high five 哇它真的好漂亮喔 等一下我鏡頭霧跳了 剛剛從冷氣房裡面走出來 等一下等我一下 太夢幻了 好漂亮的地方 還是直接就讓它這樣夢幻 對喔 我可以跟你們講喔 因為現在是晚上 然後咧 然後咧晚上然後咧 上次我都生病了呀 你們還記得嗎 他們還沒有看到影片不會記得 我們是這支影片才跟他們說你生病 對 上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請看VCR 我們看起來很累嗎 我們看起來很累嗎 你看我眼袋 我眼袋超深的 我們昨天兩點才從急診回來 對 豆哥 昨天晚上發燒到 40點5度 對 嚇死我了 嚇死我們了 我們昨天剛到飯店的時候呢 其實它還好 它還可以跑跳 這裡有一個音樂可以播演 可是它就慢慢的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越來越累 感覺越來越累 越來越沒有動力 對 然後坐船的時候 它就也是累累的在那邊 就很不像它一般的你知道 它就是到處都可以精密放棄 對 它電一般時候是用不完的 然後後來我們去吃飯 它也吃不下 我們想說好 那就趕快拍一拍回來給它休息 對 可是那時候其實它體溫 就已經開始慢慢上升了 因為摸得出來 也是體溫上升 它晚上吃完飯 回來到房間的時候 它竟然就直接 躺下來就渾睡過去了 它一般是沒有那麼快的 然後睡覺就睡得很不安穩 然後越摸越燙 對 然後測它耳溫 睡了睡睡一半 以後會這樣翻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臉頰整個就是紅 很紅 然後手腳也都很燙 然後就測它耳溫 對 就40.5 對 然後我們就嚇到了 怎麼會這麼高這樣子 這是什麼數字 我們測了很多次 對 我想說對嗎 是我有量對嗎 40.7 40.5 40度以上 我就直接想要送它去急診了 可是呢 我們現在在宜蘭 就我不確定哪一家醫院比較好 我也不確定哪一間有24小時的急診 就突然就很多不同的參數 我需要考慮你知道嗎 然後它現在又睡得好好的 我到底是要讓它繼續睡呢 看會不會退燒 還是要送它去醫院 可是醫院 會不會那邊反而又有更多病毒 所以就很兩難 對 後來我就問飯店說 我小朋友現在發燒 發高燒 然後這附近有沒有推薦的醫院 有24小時的急診 然後他們跟我說是 去羅東的博愛醫院 他們原本說要幫我叫計程車 怕我們不知道路怎麼開 我想說不行 算了 算了 它已經叫了 我說算了算了 我還是直接開過去 我不知道等它來要等多久 現在是晚上11點 在宜蘭 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然後到醫院之後 就是折騰的開始 好可憐喔 需要先快篩 對 昨天是豆哥第一次體驗鼻子的快篩 而且還是醫生從一個 從一個那個玻璃後面 然後龍出兩隻手套 還蠻可怕的 然後我是需要抓住他的腳 然後你要抓住他的肩膀 然後護士夾住他的頭 這樣子 好可憐 他做完PCR之後 進去裡面 先塞了退燒 再屁股 他那時候塞屁股 脫褲子的時候 他就是 仔細說 你幹嘛 你幹嘛 因為他剛剛才被戳完鼻子 然後突然進去 又脫他褲子 然後塞他屁股 然後這對護士小姐也就是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屁股 看一下有沒有怎麼樣而已 然後他就好 那就放鬆一點 然後他突然間就被塞住 就說 幹嘛 之後他就是想說 OK好沒事沒事的 褲子穿上來了以後 然後他就放鬆了一下下 護士開始在準備 針拿 管子啊 點滴啊 那些我都先 打點滴 盡可能的不要讓他看到 然後之後就開始抓他的手 然後開始綁那個 你知道打點滴要 然後找血管不知道綁一個 塑膠條 對塑膠條 然後他就先被綁住了 他就一直覺得 你們幹嘛 你現在要幹嘛 我的手這裡好痛 好痛 然後他就一直覺得 不舒服不要 然後可是沒辦法 那時候針都還沒下去 他就已經可能緊張 然後之後 因為他需要平躺 然後護士直接叫我說 躺到床上去 我人到床上 然後把他壓住 我要基本上算是騎在他身上 我的腳要幫他壓住他的腳 手要扣住他的那個 身體上半身 然後護士自己還要再壓手 真的他真的是四肢被這樣子扣下來 因為他在那之前 我一直想要把他扳下來 他扳不下來 真的是需要騎上去 這樣子護士才有辦法 戳他手這樣子 然後他也算是蠻勇敢的 我覺得他可能知道說這樣壓 他已經是不能動 所以他其實沒有到太 太掙扎了 他到那個狀態其實也不敢太掙扎了 他就忍住 然後就是 又打針 然後當然打下去以後就是爆哭啊 那時候真的是 他那時候 那時候是打點的意思 那時候要先抽血 就同樣一針 他要先抽一段血 同樣一針他要抽血 然後再打點 再打點滴 打完點滴之後就開始等了 因為醫生說 可能之後還要再去照X光啊 然後還要等報告啊 然後就是 就直接就在那邊躺著 他的中途 就是睡醒來 一下的時候 動一下的時候 就會發現 欸為什麼 我手不能動 然後他想要就是 動就覺得 欸他怎麼沒有手了 他就說我沒有手 可以抓我的鼻子 然後就說 我不要在這裡了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這裡 然後這樣三個小時 對三個小時 我就會一直傳簡訊說 現在怎樣 現在怎樣 然後可能 突然有時候又在忙 所以又沒有回我 就說 現在是怎樣 為什麼呢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又沒看簡訊 是睡著了嗎還是怎樣 你就在外面 我想說你在外面 你就好好休息 因為你需要 有那個體力 因為之後可能開車 或是幹嘛 所以我想說 你在外面 我才會叫你說 你先好好休息 至少有一個人要有體力啊 欸你又竟然沒有給我睡 我怎麼睡 我如果睡著 你找我的話 我要怎樣 所以我那時候原本想說 你就是盡可能把聲音調 調大聲 那我有什麼消息 或是什麼狀況 我都會跟你講 可是我那時候其實不會困 怎麼可能困 不會困啊 我在裡面就還蠻困的 我到後來 到大概12點 1點的時候 就開始有點昏睡 因為他到後來 他就是躺在我身上 嗯 然後我也不能動 然後就是靠在那個床 床旁邊 那靠著靠著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就很想睡覺 過了很久很久 大概過了到 大概1點半之後 才 護士小姐才說 欸你們還沒有照X光紅 所以他是到最後的時候 才又被 又再被挖起來 然後就照X光的時候 哇欸是因為他就已經被折騰太多次了 那時候醫生就說 要叫他原本是要躺著的 可是他完全就是死 死不躺下 你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把他弄下來 他就是完全沒有要躺下的意思 他就是不要 他就是很用力的這樣撐著 然後那時候 小姐沒辦法 然後他就想說 好那不然你用坐著的 還好他有這個Ocean 還可以用坐著的方式 他就我們就把他搬到 坐著的位置 然後就說 你就是這樣子待著 真的還好說這些折騰完了以後 醫生出來 醫生還蠻快的 大概再過個十幾分鐘吧 醫生過來就有講說 就是一切檢查都正常 然後他的PCR 我覺得最重要啦 最重要我們擔心的是確診嘛 所以還好PCR是陰性 但是醫生還是就是 給我們開了蠻多 就是基本的感冒藥 然後退燒藥 就是有幫我們備著這樣子 這時候已經 兩點了 兩點了 那那時候其實 燒退之後 他在車上就比較有精神 你剛剛有勇敢嗎 有 有齁 我剛剛也有講說 要給你一個禮物 什麼禮物 這很勇敢的禮物啊 你是勇敢的鬥根嗎 嗯 動不了 折騰了一個晚上 現在已經晚上兩點了 很優待的假期 自從大學打麻將之後 很少有在這個時間點心得 生了小孩之後 真的是各種的 各種的體驗啊 三七點一 還好還好 好可愛 我覺得小朋友生病啊 最折磨就是爸媽 我那天在外面不是等到兩點 是 那你陸陸續續不是有 一直傳他的照片給我看嗎 嗯 然後我都不敢認真看 為什麼 因為 就是看了就是 喔他躺在那邊 然後插了一根管 然後他中途不是 他不是打點滴嗎 然後中途被翻起來 對 所以你說他那個血又逆流 所以他那個管又整根紅色的 對 然後我就會看到這些小細節 然後我想要問你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又不能怎樣 因為進去只有一個人 然後你也不能及時回我 然後就越看越覺得 現在是怎樣 為什麼又插成這樣子 還好嗎 好 有熱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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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會熱 是嗎 還好嗎 還好 昨天有很可怕嗎 沒有 你去醫院就覺得很害怕嗎 有 有 有一點點 對 什麼讓你最害怕 打針 打針然後咧 那你鼻子咧 弄鼻子有很可怕嗎 有 有 我覺得上次最可惜的就是 我們晚上沒有可以來這邊散步 因為 他到晚上吃完晚餐之後 基本上就倒下了 就是住煙坡 最大的福利就是 晚上你可以在這邊自由走他 誰在講話 關你什麼事啊 你自己還不是一直在講話 所以晚上是只有住煙坡的人 可以進來這邊顯化 我覺得光體驗這個就很值得來住煙坡 很可以耶 我覺得這邊就是住個一兩天超舒服的耶 然後這個園區慢慢逛活動好多喔 Ready go 好 表演這麼精采 怎麼只有我在動耶 接下來有沒有觀眾要跟我互動的舉手 一 二 三 哇 只有弟弟舉手 OK 就是你了 好 今天 請問一下 你幾歲 四歲 四歲對不對 等我一下我退四步 來 一 二 三 四 來 那邊丟過來可以嗎 可以齁 來 一 二 三 丟 往上丟 可以嗎 不要往旁邊OK嗎 再一次 我們再給他一次機會 一 二 三 丟 快 快 剛剛太遠對不對 高遠 來 接下來 哥哥站這裡 你丟過來可以嗎 高高 好 一 二 三 丟 來 再一次 你看這裡 等一下你丟這裡 OK嗎 你看這裡 好 丟到那邊可以嗎 一 二 三 丟 好 好 好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謝謝 嘿嘿嘿 嘿嘿 好 好 好 來 好 來 我是不是非常頓棒帥氣啊 太棒 太棒 太棒了 好